武三司和韦后相互勾结 专权干政 权倾朝野 韦后这个人 他和中宗的感情是非常好 在最艰难的时候 相濡以沫 同病相怜 韦氏这个女人是个很有野心的人 她也喜欢干预朝政 她说现在你陛下又当了皇帝 复位唐朝 你不杀武士家族的人怎么行呢 中宗就是不做 他们向中宗进禅言 诬告策划和主导神龙政变的骨干 张简之等五位重臣 把帮助他复位的这五位大臣 贬到外地 张简之这批人被贬到外地 其实跟流放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武三司觉得还不过瘾 又想出了一个非常毒辣的招数 武三司说要把这几个人杀掉 中宗说不行 他说我当时跟他们有约定 可以原谅他们十次 包括谋反大罪 韦氏和安乐公主就做了一副毒药 放在了中宗吃的饼里边 结果中宗吃了之后就死掉 过去的风云还要听张公笑谈 中宗吃里边 中宗吃八条 中宗吃 Mitar